1927年 一位叫做梅塞德斯·吉利斯的女士 在第二次以游泳的方式横渡英吉利海峡失败时 人们将她从冰冷的海水中救出 她所佩戴的劳力士腕表依然在精确地计时 在这之前 这款手表已经在水中浸泡了超过15个小时 英国的每日邮报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大规模报道 声称这是难以实现的奇迹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 相比于脆弱的手表 人们更忠情于具有传承意义的怀表 凭借这一事件的影响 劳力士的豪式防水手表明满天下 从最初的手掌形商标 到眼变为王冠logo 劳力士可谓当之无愧 这个手表界的绝对霸主 有着怎样漫长且传奇的百年历程呢 触摸品质 发现未来 请立即观看十万个品牌故事之 劳力士一劳永逸 在福布斯给出的2017年 对聚声望的100家公司榜单中 劳力士连续两年获得第一名 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 他在象征着绝对品质同时 也意味着不菲的价格 他不只是一件简单的奢侈品 他还代表一种延续百年 仍追求完美的工匠精神 1883年的德国 年仅12岁便失去双亲的 汉斯·威斯多夫 被叔叔送到 位于汉堡与慕尼黑之间的科保念书 他在那所寄宿式学校里 自学了英语 毕业后跑到邻国瑞士 在家名为 库诺侯尔的钟表公司里 任翻译一职 长期身处于这种工作环境 让汉斯对钟表爱不释手 同时 他也结识了一位叫做 赫尔玛·昂格勒的表将 这位表将的父亲去世后 给昂格勒留下了一家工厂 1905年 汉斯移居到伦敦 当时的市场上 手表非常少见 汉斯嗅到了一丝商机 便拉来了姐夫戴维斯 特够进一家名为 维斯多夫和戴维斯的 手表销售公司 平台搭建完毕 汉斯还需要货源 此时 他想到了专门制造 高品质万表的旧友 昂格勒 高品质的瑞士手表 一经销售便大获成功 这让汉斯不满足于 仅做一个经销商 他开始筹备建立自己的品牌 汉斯希望 能为自己的万表 取一个简易易读的名字 为此 他几乎尝试了 所有的字母组合 但仍然没有一个 能让他称心如意 直到一天早上 他坐在马车上 偷经伦敦吉普赛街区时 突然想到了劳力士这个名字 也许是出于 对瑞士出品的喜爱 汉斯于1908年 在瑞士的拉夏德芬 正式注册了劳力士商标 最初的劳力士 据logo为一只深开的手掌 表达其全手工制作的特点 为了让新品牌打响名号 汉斯于1910年 取得瑞士标准局的认证 并于四年后 让劳力士成为第一支 被伦敦的Q天文台 评为A级别的精准万表 到了1914年 一战爆发 战场上环境恶劣 出于便携性考虑 怀表被搁置一旁 更为耐用的劳力士 成为了士兵们的标配 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 让劳力士打响了名号 但英国在战争期间 加收33%进口税的政策 也让汉斯颇感苦恼 为了解决利益问题 汉斯把公司搬到了瑞士 此时 他们的工作重点 是如何把已经有了 一定知名度的万表 进一步推广给更多的用户 由于在战场上的优异表现 汉斯进一步认识到了 用户对于实用性的追求 为此 劳力士迎来了第一个重要挑战 那就是加强防水功能 1926年 在前人已经尝试过 制造客制化防水手表 但未能将其商业化的基础上 劳力士的经典款式之一 豪式手表问世 所谓豪式 就是模拟牡丽的构造 而设计的防水装置 这是世界上第一款 防尘防水手表 一经推出 就受到了消费者的狂热追捧 并因内则 女子横渡殷吉利海峡的新闻 而名扬天下 解决了防水问题后 当时的机械手表还面临着 每天都要上发条 但是难免会忘记 或者拧断发条的问题 1931年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世界上第一只横动表诞生 在改良了自动上链 和摆脱上链技术的基础上 劳力士自创的横顶百轮系统 也成为现代每只机械手表的基础设计 这种把人手摆动时产生的势能 转变为手表动力的发明 给手表行业带来了一场彻底的革命 具有里程碑意义 此后的30年里 劳力士继续着 自己在专业领域内的不断创新 1945年 他创造了世界上首款 可以主动转换日期的万年力表 Dayjust 1953年 劳力士经典系列Submarina 深入海底100米后 仍能准确计时 1956年 劳力士推出了具备星期显示功效的 日力表Daydate 他服务于高端人士 全部由贵金属打造 当然 精明的汉斯也从消费者的层面出发 在1946年建立了 劳力士的此公司 帝座手表 进军中产阶级市场 不过 传奇总有落幕的时候 1960年 挺身印着劳力士标志的Trist号 成为第一个下潜到 马里亚纳海沟的潜艇 同年 汉斯与世长辞 劳力士的经营权 转移到汉斯基金会 并延续至今 虽然此前劳力士 已经树立起了自己的品牌文化 但是汉斯的离去 对这家 有50年历史的公司 还是造成了极大影响 当时的欧洲 正处于石英革命时期 1969年 这种运用了 电池带动石英晶体 规律振动的手表 首次出现 便给久富盛民的瑞士手表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当美国和日本 开始大量生产石英表时 瑞士三大钟表商 就有两家宣布破产 人们似乎认定了 机械表无法与石英表抗衡 但劳力士却在这场革命中 活了下来 这个始终坚持手工制作 每只手表 都要生产打磨一年的品牌 让人们看到了 其背后更多的收藏价值 它不只是一件产品 更是一件艺术品 美国NBA球星 沙奎尔奥尼尔 曾一次送给队友们 24块劳力士 端庄典雅的劳力士钢表 在国际市场上 一只普通劳力士手表的价位 从1000美元到15000美元不等 虽然价格不菲 但人们还是认为物有所值 这不仅由于劳力士的品质精良 而且因为它具有独特的投资价值 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 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劳力士公司 目前拥有19个分公司 年产手表45万只左右 成为市场占有量 甚大的名牌手表之一 2000年 沉寂多年的劳力士 推出了新品《一通拿》 这款为满足专业耐力赛车手的 计时需要而设计的手表 配有可靠的测速刻度外圈 其完全由劳力士研发制造的 4130型自动上链计时机芯 采用了蓝尼告油丝 可以有效抵抗撞击及温度变化 所带来的影响 耐用 坚固 这也是劳力士很多金表的热度 不如绿水鬼等不锈钢手表的原因 当时迪通拿发售后 劳力士并未对外大规模介绍 自己所研发并投入使用的蓝尼告油丝 和宇宙计时心一同拿上 这项发明专利才引起 近乎完美的稳定性和防磁性能 被大家所熟知 2007年 劳力士推出了新品绿玻璃 这款手表一度被炒到 令人难以置信的高价 它专为身处各种极端环境的人士而设计 比如 核磁共振室内的医生 或者电学工程师 不过 在防磁性能上 欧米加在后来完成了超越 这个一直试图全方位赶超劳力士的 名表品牌 也从另一方面推动了劳力士的发展 2008年 阿凡达的导演詹姆斯·卡梅隆 乘坐潜艇深入海下 劳力士和其合作 推出了防水功能 打水下3900米的深海海居者 这也引发了业内一众制表公司 加入到极限防水手表的研发中来 中国消费者对劳力士的印象 始于千禧年后 大量涌入内地的香港电影 当时 它是土豪的象征 而15年后 虽然劳力士依然昂贵 但已经成为了通吃老中心三代的品质化身 2015年6月 让弗雷德·里克·迪富尔走马上任 成为劳力士的首席执行官 近几年 劳力士除了推出3-2-3-5型机芯 并未有更大的变化 在钟表圈 粉丝们以一劳永逸 表达着自己对这个百年品牌的喜爱 但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一劳永逸的 在竞争激烈的钟表市场 我们尊重挑战巨人的后起之秀 但也希望劳力士的王冠不会掉落 下载百强排行APP 花更少的钱买更好的品牌 他来自韩国 作为一家长胜不衰的家族企业 历经三代人的努力 终于从一家小型塑料厂商 发展成为仅次于三星的韩国企业 他是谁 欲知详情 请关注下期十万个品牌故事